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 《寻找BNO早家移民的故事》节目系列 今节有个许散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近来有一个消息 就是叫做BNO签证2025年落集 到时就没有了 如果真的要申请这个签证去移民英国的 就要尽快了 当然这个消息不是英国内政部 或者是他们相关的人员出来宣布这个消息 只不过他们有这样的说法 一有这些消息出 一定会有两边 一边就说你做谣 一边就说不是很大机会 两边就在互相马战 再咬下去就会说哪一边有鬼 你是鬼啊 他是鬼 他是鬼啊 你是鬼 其实我见到这些话题 我都很想插着脚下去留下言 不过不行 你说什么都死的了 你说的正常东西 正经东西 就更加死到两千重 你只可以就一边 但我有口痕 我又想说给大家听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缘 听到我这一节的节目 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 可能有一些金鱼记忆 话说在约莫一年多之前 2023年的5月头 看到南华早报就引述了 英国驻港总领事 他的英文译名叫做维新 他就说了 BNO签证这个计划 将会至少延续到2025年 想一想 2025究竟是年头年中 还是年尾 哪个月份 不知道 他说至少而已 有机会是2025年就完结 至少我没有听错 也没有说错 如果有就请指证 有什么政策上的事 或者有什么因素 会影响 究竟是2025 还是2026 还是2027 当然 说一定是好听的 英国智力会为香港人 开放一些移民渠道 记住 除了BNO签证之外 还有投资移民 这些都是 仍然在 还说这些政策是英国政府的承诺 记住 一年多之前 没有讨论过如何改变 但问政策会不会延续到2025年之后 即是英国大选以后 究竟会不会有什么改变 当时戴卫生就这样说 没有水晶球 我回答不了 某程度上 大家都会想到一个点 就是工党在大选之后 上了场 会不会延续这件事 会不会继续被人过去呢 记住 给你一个签证的形式 去到英国 你可以在那里生活 有付钱 就五年 如果不然就两年半 加了所有费用 你可以留下 而且也可以找工作 小孩读书 等等 住满五年 再加多一年申请定居 就为了五加一 做一个真正英国人 即是代表这个签证 是让你可以实现移民网 不过要先决条件 捱得到五年 其实有些移英港人 他们都想到 或计算得到的数 也已经走了 接近第四年 也觉得 现在有15万以上的香港人 就想到 究竟最终有多少人 会成功申请到呢 记住 下不下集 就一回事 就算没有下集 让你去英国 接着另一个关键点 就是他们在这里 另一个讨论 就是能不能够 成为真正的英国人 会否成功入籍 拿到永居和B.C.的护照呢 他们最梦寐以求 否则是过去做什么呢 流亡就捱 先说清楚 我们看到了 其实在工党这段日子 他们经过了极右翼 这场大暴乱 也知道这些非法移民 成为了攻击的目标之外 其实移民这件事 他们也不太接受 因为当他们真正本土的英国人 发觉自己的工作又不如意 又或者经济环境很差 或者为什么社会的气氛 和政府好像这么爱莫能 就会觉得原来有些资源 就抽调了给这些非法移民 另一部分 就是原来你们的移民 也不是太高质 这就会影响了社会 你说你们带了很多钱 就说 有些英国人是怎么买楼 但我看到这些是占了少数 但其实还有一大堆 就是拖男带女 整家人又要读书 又说要这样又那样 你想想 别人在学校门头 看到是否肯定很肯定 提到移民方面 国际生涯的学费相当高 也是高等的学府 很重要的收入来源 之前的新卫城政府 就在2023年5月的时候 正式实施了针对留学生签证的限制措施 即是取消留学生带家属来的优待 只有那些研究生得到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除外 即是要是精英中的精英 所以去英国留学的国际生涯数 就变得减少 而且少得挺夸张 2024年头四个月里 这些高等学府 他们国际生的申请人数 比去年同期少了3万份 你想想是多少钱 因此那些院校一直都有向当局 申诉他们的财务状况 都是不行的 现在更加担心资金不足 就会逼使他们削减課程 甚至一部分大学面临破产的风险 你想想 英国这些教育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距离 一个算不算是经济实力的东西 某程度上都算 例如去英国升河等等 如果他们搞不定 宁愿少些人来到 因为不想外来的人都在 你说BNO签证会否限制他们 或者落乘呢 变相呼声是真的高的 万一退了万步 我假设就让你们继续有BNO签证 我当给了一年 两年 另一个大问题 现在他们自己都会讨论 都会发觉这件事 就是六年是否入到籍 官方说目标在六个月内 就会审批到结果出来 其实有很多说要在英国入籍 当然不是单级BNO签证 都会发觉很多人都说 等超过六个月一年都是很常见 最极端是等到五年才有 再甚至乎要去写信给一些国会议员 帮忙 再去到Home Security 看看有没有帮助 原来都没什么用 这些人刚才提到 入籍就说写着六个月 我都说过了 他写的要求等等 写得很简单 他就以为很容易就会被你入到 或者没有的 都是做个样子 其实也有说 这些写得这么少 肯定就有伏 他会留很多伏笔给他自己 他没有说不代表没有 到时候他去审批 其实在入籍等了很久的人 他们都会说 哎呀 那个流程透明度 就不是很高 他不会告诉你 他在等什么 调查什么 你是不会知道的 再加上 他们都说 如果以香港人性格 过了六个月 就会去投诉他 怎么搞错 又是六个月 现在七个月 八个月都没有 等到你八个月 最迟 或者大概半年 现在没有 可能就会投诉 投诉人更加不会给你 更加拖 你搞大件事 就会导致到 好像加拿大救生艇 那些 还说 未来几年 有一批 移英港人 要去申请入籍 就变成了 重蹈覆车了 加拿大救生艇 这个问题 就是你不断的 不断有新的 要申请 入籍永居的 那些BNO签证 这样推过来的时候 人家就会做得更加慢 所以 有些人都说 奉劝大家 要慢慢去等 有些人很心急 觉得等到 入籍后 可能会回到香港 或者去其他地方 做其他不同的事 都会 始终是怀念香港 或者什么都有 有些人都会想得到 加拿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申请塞车 预期得到 到时 他们一定会在炒鞋 有些人就拿到 叫你慢慢等 我都等了很久 不要紧 给点心急 香港人加油 但其他人很吵 这个是光中耀祖的那一刻 是搞笑的 即使被人觉得 申请BNO签证的时候 你又这么快 叫你给我入籍的时候 就这么久 有什么搞错 其实又代表什么 如果再给你延长签证计划 他没所谓的 你来到 你又洗一笔 你受不了的话 拜托 你自己走 因为你来的时候 要证明到 你的经济状况 要有半年的洗批 你到时搞不定 就滚了 我暂时都没见过 有移英港人的家庭 在英国死磨难磨 磨到不够钱 搬回香港 然后被人掃地出门 这个我暂时没见过 可能有些人说 你不是很想见到一个画面 我相信要去移民的人 也不会把自己搞到如斯田地 有些人说 你怎么好说 你不是想踩死他们 不是 只不过是奉劝有些人 有个心理准备 不要想着 五加一一定搞定 就立刻叫回香港 可能住一头半个月 甚至乎没有工作 甚至乎自己的爸爸搬回香港 就不用再做最低工资 或者再去过一些自己想过的生活 始终在香港吃鸡煲 鱼蛋粉 牛腩河 做叉烧 吃茶几 或者做碟头饭 煲仔饭 想想 很多东西 很开心 迪士尼乐园又近 小小的挺好玩 你只说一下 很多东西都很开心 吃宵夜 卡拉OK 约一些朋友出来砍酒 哇 是不是很爽 很搞笑 有些人会说 你这样说 是否唱衰英国 有没有搞错 现在都没有人到五加一 这些盲模 就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 不是只有Hongkonger 要准备入籍英国 不是全英国 只有Hongkonger 要准备入籍英国 每天都有人会入籍英国 当然是星期六有没有 但是你这些 到时会有黑洞群组 让大家去掃斧 等多久 很多人都有不同的说法 说到不会的 不要想太多 你想得太简单 太容易 太开心 其实某程度上 你暂时叫做自我安慰 还有记住 他们好像有一个英文的test 都要过关才行 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办 说到底 如果最终最终 都叫做 掠了香港人一笔 即是你BNO签证 最好就是 你搞个签证一笔 你过来洗费一笔 你顶不上走 也有一笔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给了我的话 除非司机研 工党他们 就很需要 CUT BNO签证 不要再给这么多外来的人 挽回一些民众的信心 争取一些自己工党 政府的支持度的话 如果政治上 需要这一下 来帮帮忙 那当然 多大便删除你们的签证 因为为什么 你对他现在 一季 都只有2万多人 这里有多少钱 不要搞那么多 好了 免得麻烦了 随便有职 我当然要给市民 看到CUT移民的信心 就会更加好 甚至乎 我再特意拖下 你帮人入籍 看到你帮人 紮紮跳 更加令到市民的信心 更加开心 对啦 给这么多人入籍干什么 到时分薄了资源 还是怎样 你想想 你不让他入籍的话 即是你拖他入籍 或者这样说 他仍然会继续加这个Council 即Council Tax 他们都是会给的 那些东西一定会继续买 继续做些工资去到生活 那我迟些给你 有什么分别 你这么不喜欢 就走 我已经吃了你5加1 6年了 不自在 如果入籍的话 我还可能更多手美筋 对于你来说 对于这一门生意 你以为是欠了你 你以为是人情 有时候没有看得这么简单 我自己是这样看的 所以为什么我没有去留言 就是这么大堆东西 我怎么写得了 有时间写 虽然有些人 可能中途已经放弃了 也有些人会担心 会看你是否低收入家庭 就不让你申请 或者见到你单亲 就不会让你申请 或者见到你身体状况 不太好 就拖你不让你申请 有些人过来英国 又说要做手术 又说很正 省下多少钱 这些感觉 我不知道 比英国那里见到就不太好 其实台湾也有类似的 对于一些比较年纪大的 香港人说要移民过来 他们都觉得 你怎么搞错 你这么大年纪才过来 健保 即是健康保健的 很便宜的做看医生 就好像变成其他人要夹钱 突然养你 要贴钱给你去看医生 因为是便宜得很紧 虽然你说健保 每个人有给保费 其实是很少的 亦有些人都会在害怕 对于入籍 每位 好像要永居加入籍 每位四万多港元 如果你有一家四口 即是四四十六万 有些人说 很惨 十几万 对于家庭来说 是很大的负担 十几万都没有 那又学人而言 需要送给你 有些人是这样想的 因为没办法 他们做最低工资 你想想 只有100元左右 一家四口十六万 你要做多少个钟 不吃不饮不买不买不成 你才能做到这十几万 那没有职速才来 可能需要这样些 有时要烧着脑底才行 所以很惨 有些人说自己是单亲家庭 就算是谁入籍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筹去籌 你想想 上班只有千多磅 交租就要1000磅 就没有了百分之八成 他说你想想 单亲家庭还要回五日工 这些是斜亡 是存不到钱 就是他们会有这样的呼唤 希望他们在最后 搞得了最好 如果搞不定 那也没办法 好 今集我就暂时说到这里 大家认不认同 如何看待他们的2025年大限 不妨一起留言说一下 有机会再说一下他们的存钱问题 多谢大家 拜拜